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文中没有怎么去写我自己的感触和想法 而是用最朴素的语言 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那些有趣的好玩的诡异的事情 留下很多空间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如果你是我 当你遇到他们时会怎样 所以读这本书就好像亲人朋友相互依偎在一起 谈天说地 我们一起聊昨天今天 遇到了什么奇特的人 发生了什么感动的故事 我们一起开心 一起流泪 一起坐在家里环游世界 与我而言 环游世界有三种方式 一是读万卷书 二是自己走出去有利世界 三就是呆在自己的城市迎接全世界各地来的人 这两年疫情袭减全球 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旅行 甚至呆在自己的城市也过了异常辛苦 没有在集合过看民宿之前 我是做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 我曾经报道过很多的母性和灾难 但是没有哪一次 事实上现在我们正经历的如此大年纪 如此长时间拉锯战刺的灾难 有时在加关的极度抑郁的时候 突然收到以前中国无数的党科发来的问候信息 心情一下子就会好转 好像看到了世界恢复美好的希望 就好像书里曾经记录送我CD的俄罗斯音乐家 他到现在都还会隔三差五的 把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给我听 这条视频里的背景音乐 就是其中一首他送给我听的曲子 我也播放出来送给你们听一听 要相信疫情之后世界各地的人 又会蜂蜂而至来到他们想念已久的美丽的马来西亚 继续读写属于九波的动人的故事 这本书里附带了一张银杏片 这张银杏片也是书的封底画 这是封面和封底画 那都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 他起一首会送给我送给马来西亚的 我要一幅可以值得收藏的画 他果然给我一幅值得收藏的画 所以我也拜托出版社 一定要另一张送给大家 可以手写您信片 寄给您想念的人 也可以好像这样 放在相方里 作为一个中式画 放在家中 当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 看你们也激励自己 我们的城市一定可以恢复生机补夺 我们的生活一定可以恢复五颜六色 这本书是一本合家幻的书 大人可以带着小孩一起阅读 比如书中记载的瑞典爸爸 他怎样宁传身教 用在吉隆坡住民宿的过程 教会他的儿子良好的品行 相信小朋友在读了这篇故事之后 也会有所感悟 当然想开民宿的朋友 也可以多看几遍 或许可以给到你们一些灵感 想想未来怎样经历你们梦想中的民宿 最后借由书中的一段话 移民破晓时月亮海未落山 只待他玩耳一笑 这段话是描述曾经 吉隆坡他治愈了我的心情超高的香港访客 那时候舞台广南大路 原来我们的城市是有治愈别人的魔力 如今我们也需要相互治愈 希望这本书代表了你光可大力 谢谢 拜